谢新颖床戏狂摸敏感地带。李国义竟起生理反应。 谢新颖,李国义在首集就有床戏。图OTT娱乐提供,2018万0305。 OTT娱乐首部自制剧《1006》的房客由李国义、谢新颖所主演。 李国义在剧中饰演高傲自负的金牌律师,因为一桩杀人案件百速跌入谷底,而搬进一间神秘的老公寓。 谢新颖则是拥有柔道黑带实力的菜鸟记者,两人在首集就有亲密床戏,让人相当期待。 李国义这次的角色,颠覆以往大家对律师的印象,除了严肃的戏分之外,这一次也增加许多搞笑的片段。 首集李国义误以为自己被鬼压床,谢新颖在睡梦中,手不停在李国义的胯下游移,靠近敏感地带让李国义大气声里反应,两人在对戏时,就不停讨论该摸哪个位置。 真正演出时,李国义表情超逼真,一度让谢新颖以为真的误触禁地,他也直夸李国义,完全放超开,没有包袱。 谢新颖,李国义在首集就有床戏,图OTT娱乐提供,200118万0305。 李国义得意透露,这次在剧中担任搞笑担当,众人纷纷夸他可以接演喜剧片,李国义也说,如果可以演到喜剧角色也是很棒的挑战,要让人笑其实没这么简单。 1006的房客将于14日晚间10点于台市,爱奇艺台湾战首播,17日于东三综合台晚间8点播出。 李国义误以为谢新颖是女鬼,图OTT娱乐提供,200118万0305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